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为一名大学时期就被热捧为小库里的球员 特雷扬固然出入NBA表现有所起伏 但此一面对骑士无疑打出了疯狂一战 特雷扬在上半场就已经狂轰21分 引领老英取得4分领先优势 即至在半场特雷扬再度轰向14分 他在进攻端的表现有所消滑 到后两截却送出多达8次入攻 有效盘活球队进攻完成一场大事 反观林舒豪10分钟内仅有一个篮板见仗 4次投篮无一命中 还送出一次失误与一次犯规 无一能力上较之特雷扬的差距已经体现出来 林舒豪之所以给特雷扬打替补 无疑也取决于老英的失求 毕竟他们是一支重建七球队 需要培养未来的基石球员 而特雷扬自然是老英的偷好培养对象 作为一名天赋极高的高炫为新秀 特雷扬被热捧为下一个库里 如今他在本场狂轰35分11助攻 成为库里之后联盟守卫单场哄下 至少35分10助攻球员 而上一次还是库里在2010年3月份对联盟罗时哄下35分10助攻 这雷扬打破联盟长达8年的空白 林舒豪已然在NBA征战多年 而他的潜力基本已经对限定心 林舒豪基本没有太多上升空间 因而只能打替补也就不难理解 更为关键的是 林舒豪的身体素质已经有玻璃人的迹象 他上赛季再来往仅仅只出战一场比赛 就因为重伤导致提前赛季报销 因而最终才被来往以到期合同作为筹码 交易到老英被扫地出门 毕竟顶替他的丁维迪已经成功上位 林舒豪自身的伤病隐化同样制约他的发展 让他很难在老英去强度进京主力空位的位置 对于处在合同年的林舒豪而言 他唯有尽快适应在老英的替补角色 并且力争打出好的数据 才有望在未来再度谋求一份合适的合同 毕竟在NBA生存才是第一位 没有能够继续立足才有未来季去发展的空间 对于有能够继续立足才能